大家好,现在冬季气温越来越冷 那么在比较低温的一个条件下 兰花生长会特别的缓慢 而且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 所以很多花友在这种情况下 会给兰花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控水 甚至是断水处理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兰花烂根 又能够避免它出现冻害 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采用这种控水 甚至是断水的方法 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兰花会空根 特别是会出现一些白色的空根 为什么呢 因为兰花在休眠期术 虽然它生长特别的缓慢 但是这个时间它的生长没有完全的停止 如果我们长时间控水 然后不给它浇水的话 会造成它的兰根 会因为缺水而坏死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空根的现象 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们还是要适量的给它补水 来维持植株正常的一个生理需要 那么怎么给它补水呢 我们最好就是在气温高于5度以上的时候 然后在中午大概十一二点左右 来给你的兰花补水 补水的时候最好就是在盆土 已经干了大概三四分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呢 既可以避免盆土过干而出现空根的现象 又能够避免盆土过湿 而出现这个难根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冬季的时候呢 兰花是一定不要长期缺水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